同学们 我们这一节课来聊聊 如何去丰满一个PPT页面的内容 各位啊 你先思考个问题 这个内容 它到底是写出来的 还是找出来的 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我直接告诉你一个答案 它肯定是找来的 要比写的更重要 内容它居然可以找 诶 你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 学过的WPS内容结构吗 你看啊 既然W就是你的目录 它是个导航 P呢 是你的一个结论 一个总结 一个概要 那么S呢 就是一个支撑类的内容 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论据 所以呢 这个S部分啊 它实际上 它并不一定非得是你写的 它可以是 你用来证明观点的一个素材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给它做了一个归类 把它归成了四大黄金论据 分别是 伟人的言论引用 经典案例引用 权威新闻引用 权威数据引用 那这种四个类型 它怎么去用呢 来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罗永浩 诶 罗老师 我特别喜欢他 他以前做发布会 做的多厉害啊 对不对 他都说过一段话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每次发布会之前 他都会花大量的时间 去网上收集各种 对他们有利的新闻 伟人言论 或者故事等等 你看 他都这么去做 对吧 证明这个做法 他是成立的 再何况 我刚刚给你 抛了个观点 什么观点呢 我说要找 这一些论据 我再给你说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自己 又去找了一个 名人 罗永浩 来作为 我上一个 说法的一个旁证 看到没有 他无处不在 来我们再拿一个 比较实际案例 来做个演示啊 比如说 我现在抛了一个观点 叫做 房清老师 是一个PPT实战能力 很强的男人 当然 我的铁粉们 特别喜欢我的学生们 你们完全 不需要认同论据 因为 你们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啊 难免有些新人 你不认识我 对吧 你需要我证明给你看 OK 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看啊 这四个黄金论据 我们可以用哪一个 你说 伟人言论引用 这个肯定不是 对吧 李白杜甫都不认识我 案例 可能可以啊 权威新闻引用 我的确上过一些新闻 但是不是什么权威新闻 或者说 它未必是PPT相关的 权威数据引用 这个更加没有数据了 对不对 这不可能 所以呢 经过分析之后 这里相对比较靠谱的是 经典案例引用 那怎么写经典案例呢 如果你没有现成的 你也可以自己根据过往真实存在东西 自己写下出来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早的一种哦 这是广义的早 来我们把它引用一下 你看 2022年3月 仅用了一个月时间 PPT设计的作品在 上面传播超过了500万人次 新颖的教学模式啊 更是让房金老师在同质化非常严重的PPT教学领域 迅速脱颖而出 得到广大网友喜欢 你看 这是个事实 对不对 我只是用我自己的话 把它重新说了一遍 但是呢 本质上 它也是我找来的一个事实案例 好 于是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事实截图 OK 你就完成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我们找论据的其中一个示范 好 所以同学们 我希望你呢 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在你做PPT时候 你到底你的论据可以从哪里去找 如果实在找不到 咱们在写 那也不迟 如果能找 那优先你就找可以了